大家好,我是CryerSoft 今天再講一下Cryer的Airlight EK02 Airlight EK02 和新的Airlight SPC 我覺得是不可以叫前一代的 因為 SPC 要看它的結構和 loading 應該是想成為 JPC 的線路 做一些中型的 loading 而這件 EK02 屬於超輕型 ULV 的系列 說起超輕型 這件產品連同 Dummy 板 磅出來,低於500克就只有4009克 至於Airlight EK02 這件產品 沒有說太多 但我看上去應該都是尼龍的複合料 拉進去這層 Multi-Camp 的布 這層應該不是 nylon布 就摸進去類似這些彈性布 但當然就沒有彈性 還有它就比想像中的眼 因為我之前看上去就 還沒摸之前 就以為都是LIME 500D 或是 Hyperion 但其實就是它自己的Airlight 再說回一件事 Solar Shratt 就是跟上類似JPC 系列的帶上 就調校鬆緊 這個就把布置遮蓋 摸上去就不算太厚 因為它也不希望你弄好重的東西 而前面呢 全版就是Laser Cut 那就可以上全版Mori 而旁邊這個Side Pulsor 它就整塊車死了在這裡 所以變成上東西下去的時候 它都可以吃到點力 就不會太贅 這條帶就不是Comperbun了 這條帶純粹一條的橡筋繩 只要加上一個Buggo 所以如果你少了一個位置上 都是高的 它是不預期你上太多東西 我想它也預期你上三個Mori 加一個Videal就算了 然後後面呢 也是 因為這條帶是旁邊的原故 跟以前JPC不同 就沒有霸佔了這些位置 所以後面整個班 都可以上回所有Mori的東西 而裡面呢 它的板就純粹這樣綁住 那這條帶呢 剛才我穿上身就 因為今年Fast of Offense 是給我做Review的 那我剛才穿上身玩的時候 這條帶 如果穿T-shirt就感覺到 那穿Compat shirt 都感覺到一點點 但是就沒有T-shirt的面 但是就 如果綁得緊的話 就沒有平時那些 carrier那麼舒服 中間這個位置 因為太多這些 垃圾東西 就不是一塊布 過 那而旁邊的打角鬆緊呢 就是前面這裡的魔術貼 那就C-I可以調到鬆緊 那它就多一塊MC布 遮住那個扣 那上面都是啦 有兩個O 就落兩個Buggo 就可以扣不同的東西 那些T-shirt Brake很重要 不明白 那我現在就再放了兩個Buggo 就把手放了一個SS的MP4 上去 那如果真的這麼做 那我現在應該會拆下這個帶 就上一個魔術貼 的Panel 再貼了一個T-shirt Brake 就可以更緊 而至於 原生SS的Bagget Shep 這裡有個帶子 也是浹物 這 Body Shep 就可以穿這個位 因為這裡就剛才有個孔出來 而且穿後面就不會阻礙DEMOT的東西 穿背包裝上去就可以 把自己的桌上去 如果你說它跟SPC相比 其實我覺得是兩件不同的東西 這件真的是當它是UR3的 而SPC就當它是GPC 因為這個其實它也不預期你上太多東西 我先說一下 你上了MAT 上Video 以後版上布囊仔把雜物就OK了 因為它會少了半條CAMERBAND的位置 和SPC不同 它現在也上了MOLI 所以需要有MOLI的項目可以直上 但要上一些MOSUS的PANEL 就要買Adapter在這上面 這就是很快地說一說 快一點的AIRD-EK02 電影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